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时候就很喜欢音乐 大概是十四十五岁 我爸爸买了一把吉他给我 看看一个月弹不弹出来一丝曲子 结果一两个月都什么弹不出来 后来才知道原来吉他要调音 第一次去跟了一个高中同学去主乐队 然后买了把电子吉他四针哄一下出来的时候 就是深深地比这种声音打动了 就开始写一些曲子 遇到我的第一任主唱东迷 他当时还是学生 我就工作了 然后放下音乐很久了 设计长他来帮忙 很多人帮忙 那我就请大家去KLK 一唱就不得了 哇 怎么这么专业 在音乐的那个心突然又被示范出来了 那就打电话给他 就说我有个乐队 要不要一起来做一下 那就开始真正的Mostarcard的音乐旅程 但是也是蛮有名的设计师 或者专业 突然间就做乐队 然后所有人都会说 做设计真的这么不好搂吗 这不好干吗 突然又跑去做乐队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兼职的艺术家 从我设计也好 我的作品也好 包括阿卡这个形象 怪手Mostarcard也是这样子 归根到底 其实我其实是想做一些东西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希望作品有好的品质的音乐 能够让大家所接受 让更多人听到 遥遥遥遥遥遥 是魔鬼 魔鬼 现在的话什么都要高效就不用见面了 大家互联网上高地 以前就是大家约要排练 一起来 聚着交流一下这个 这个是怎么怎么 这个是怎么 其实我觉得永远这个是一个最好的 在没有任何的阻碍的方式下 这个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创造模式 如果你是第一年第二年在做乐队 你必须要这样子 但你第十年了 没有变 我是自关心很纯粹的作品过不过好 做到我不能做 最希望的 每一张专辑都想着 这是可能是最后一张 但是又有下一张 等待这个机会 我们广东这方面的对演出的这种设备啊 舞台啊都是初级阶段 大家没有想法 那我们那时候 我又是玩乐队出身的 我也特别想自己在舞台上表演 至少舞台上的监听能听得到 至少那个鼓打起来 外面能听得到 就是从这方面去想去琢磨 先从技术出发 然后开始的到舞美啊 到导演啊 到电视节目的制作啊 再到音乐节 才开始慢慢走上这条路的 因为没有办法 那时候没人做 到后来就会想多一点 其实为别人啊 为整个活动啊去想 就慢慢的很自然的事情 既为自己也是为了大家为行业 乐队是自己创作自己弹奏的 它就是代表的音乐的生命力 代表的 就是音乐本身的样子 所以我对这个是充满信心 2019年中国广州演出新细兰发售 谢谢 坦白来说行业的进展 到现在都十几年了 我发现它是个缓慢的进展 比如说我听到我们本地音乐呢 一首好歌或者一首好作品 我在想 怎么样让更多人听到 这就是我目前的痛点 或者是我发现一支好的乐队 我怎么让更多人知道他们 还有我们的票房还一直没有起来 外地的乐队外地的艺人过来 他就票房很好 外来的和尚好练金嘛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的宣传平台依然都很狭窄 我们广东的平台 不像九十年代 我们是站着半壁江山的流行音乐 那现在其实可能十分之一都不到 当然也不能怪媒体 像我们南都啊 本地的一些媒体 其实非常支持 但它就是达不到全国的层面的影响 南方的乐乐音乐做的是不错 但是宣传跟形象方面 我们确实做得不行 作品在现在当下 不仅仅只是音乐作品 还要包括你的形象作品 还有你的宣传作品 其实宣传跟形象 我一直是觉得是一块的 音乐作品它比较独立 它可以是单独的一个作品 隔在一起 才是一个乐队整体的一个作品 所以都不能纳下 我在最上面最上面 像差不多一条线 这趁热打铁联系做了两次的一弹 我也是做完才觉得有意思 其实我认识很多圈里的朋友 音乐人这种人 大家平时都在吐导台 比较多 我其实后来就想 一起吐一下 说不定能吐谁是什么的时候 焦虑一下 广州不广东 关心音乐的人 很多人都懒 能够感受到就是我们说的东西都是真实 都是直接面对的 不是说那个高达上的 一直显在的 还是实打实地就是说 创作有没有说过 你的版权收入在哪里啊 你的演出是怎么做的啊 说的很显在的东西啊 反正我是比较惊喜 就是说有人肯定我们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确实交流到一些 我自己都觉得有收获的东西 做Live House的演出 我其实不太有胆量做 因为可能会亏钱 对 虽然总体来说 并没有说能够很好的营收 但是至少我做了嘛 至少做了那就已经是 我觉得突破了以前的自己 他们本来有人还想打退堂鼓的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一行没有办法打退堂鼓的 你做了都发出去了 就得做下去 加油 彼此 啊 开心 觉得又搞定了 又搞定了一场 所以是这样 当然 这要变成常态 要变成常态 开心 来 海报呢 好 来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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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时代大家都喜欢看短视频的时候 如果万一没有了电影 那就是很糟糕的事情 但音乐也是 比方为什么我们还是需要前奏 不断地有一些平缓的段落 因为只有在那种漫长的等待 激烈的爆发之后 可能来的那种宁静 会让人觉得更加的沉醉 在这个音乐时代 进化到了后唱片时代 甚至是说唱片已死时代 大家都习惯听单曲 把那些单曲考到自己的歌单里面去听 这就造成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就是当他们听191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只听191第一回 而且他们经常会说 为什么要第一回呢 这个191为什么要 什么叫第一回 就会发出这种 就是你觉得 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个结果 就是发生这样的疑问 191毕竟它是 有比较明显的那种启程转折 它的主题是统一的 有一些它自己的这样的段落感 这个完整性还是很重要的 现在有些所谓的16秒神曲 其实它就是把那个几句副歌 直接提了出来 片段也是有趣 但毕竟是片段 能够有那种的那个情绪的变化 那种迂回曲折 就是全部都没有了 毕竟管是比如说几单 三点16秒神曲也不应该 取代传统的音乐 就是我们会复乎顽抗 希望能够再做一些东西出来 如果有一些人 他会真的有耐心去听的话 他会从中得到一个 完全不同的乐趣 为他打开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对 很害怕 挺开的啊 这个 很棒 这也在最近呢 录影组没来吗 真是 那边的那个路呢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太开心了 刚听你们来的 这我们动作导演小鲁 你好 你好 刚才就音乐就是他们的 对 都会棒的 因为我们之前 每人錄那張琴碗就是在天台上面錄的嘛 啊 對 在拍的嘛 所以這是天台的 我們又在天台去把它搬到真正的天台這樣 有時候你某一個詞就會點中 以前就是像我記得就是 說我們那個1911就是悲創的現實主義那個 我真的還是比較準確的 對 是 是 就是現在特別的喧囂 雖然有些壓住了 但是其實是很喧囂 我希望做一個以爭鳴為主題的這樣的一個曲子 就是 跟他說無所謂 跟他們說無所謂 對 還沒有對外說 我們自己在裡面在談 就是要做一個 就是我們當下的這種 它是一種沉默裡面的喧囂 就是一種可能壓住意的 但是有各種聲音在裡面就是想爆發出來的那種 對 我是激起了很多人的那種強烈的批判 覺得我是邪魔外道 就把古琴插電就是做成電聲古琴 這個也是很離經叛道的 然後又用弓去拉或者是 對 就是加很多效果器 這些他們都很難去接受 所有的東西我覺得它作為一個文化遺產 也是很需要一個忠實的 認真的這樣的一個堅持的保育 但是我覺得應該同時也有人去開拓一些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路 琴樂它應該是涵蓋更多的 就是它可能沒有中國審美的東西在裡面也是可以的 就當別人去應用這種樂器去創作一些它自己的那種名牌的東西 我覺得這也是可以的 我們也希望當聽到古琴的時候 大家不僅僅是想到古遠的過去 而是也可能是想到現代化的生活 想到未來 就是跟我們生活是無縫對接的 它才是活的 你能夠用它創造出最好聽的 最動人的音樂 就是對它最大的尊重 以為該 corazón做出那麼多音樂 很精彩 卻能呼籲 那始終真摸著 以因為技能像就很為近 瞳小活動ėt 還有像片來的人 感谢观看